大靖满88号在大陆的休雨期间 是在大陆的水域当中 捕鱼被扣押 如果就两岸关系来做解读的话 民进党政府提出一个明确的 两国互不隶属之后 大陆正在全面否定 我治权来作为回应 因此呢 中国时报在今天就特别分析了 如果呢 我方再不妥善因应的话 那么政府的治理权 就会不断的被压缩了 大陆有一架军用无人机 2号上午飞越了马祖的南干机场 并且在机场附近飞行 大约20分钟之后离去 时事评论谢寒冰认为 这就是很明显的在试探 对岸就是在试探 你会有什么样子的反应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试探 他就在试探你到底会有什么反应 他看看你这个 顾立雄接任国防部长之后 你们整个军事体系是如何 你会不会跟以前邱国正做法 有点不一样 结果顾立雄显示的是 比邱国正时代还要糟糕 邱国正时代至少 那个阿兵哥会拿石头K 现在这个你动都没动 就是所有人瞪着眼看 看他等到什么时候飞走 你把他当UFO吗 大家要拍照吗 要不要合音留念 所以我觉得这已经显示 我们整个外岛的空域的防守 已经完全失能了 然后讲这个要彻底检讨整个 第一个回报机制 第二个现场立刻判断 前线职业官到底如何判断 然后你顾立雄 到底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我觉得要定得非常明确 你没有很明确的标准 你会让人无所适从 其实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因为你这一次这个东西 如果没有任何处分的话 下次他就在淡水河口来 或者到苏安机场来 你要知道我们的桃园机场 其实比苏安机场还北 他搞不好直接这样过来 在你那附近飞给你看 请问你怎么办 所以真的不要开玩笑 这个要赶快补救 再补救真的完蛋 当然惊吓海域从今年开始 就非常的不平静 从02-14陆船翻覆造成两死的事件 03-17金门吊客 迷航飘到对岸 遭到流制的事件 一直到前天 澎湖渔船大进满 88号越界捕鱼 遭到大陆海警压回 可以说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当然两岸之间 因为政治问题对立 还有敌意不断的攀升 受苦的是靠海吃饭 手无寸铁的弱势与民们 这个是联合报在今天所做的新闻分析了